我们都知道加根者8月1号管制宣校之后 大家美国也开始紧张了 因为现在请家荡产 家变好贵 那下一步为什么呢 你真的不要逼到中国大陆 把稀土也给卡了 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稀缺元素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T T是什么意思呢 它广泛用于合金 玻璃 半导体 医药跟化工 它其实在半导体也会用到 如果禁止了T出口的话 美国的新一代晶片就会受到阻碍 然后它在军事上也有穿甲弹 照明弹 核武器 激光 瞄准器等等的 那为什么大陆可以卡脖子呢 它占了全世界的总量80% 2021中国大陆T的产量48万吨 占全球的这个除量是32% 另外来看到这是产量的部分 另外再来看到中国大陆 你可以看到T呢 已知道T的除量是150万吨 那每年消耗大概13万吨 所以不到12年T呢 就会耗尽了 所以美国也很紧张 美国的CSIS就说 中美如果爆发武力冲突的话 一旦用尽弹药就没有办法继续生产了 美国现在要生产这些弹药 就要依赖中国大陆T 那T主要就是会用在美国的 高爆炸药跟导弹推进剂 不管晶片也好 还有微电子也好都要T 我们前阵子有讲到褶跟加 对褶跟加还有稀土 还有这个我们现在讲的T T我们知道它是类金属 养流生地屁 你看养细 我们福利秀典二嘛 里纳亚如色法嘛 亥南亚克三洞 但是它是 它这个是养流生地屁 它是养流生地屁 它是属于养足 它这个有足有细 是这样子 那它是类金属 类金属在湖南 这个除量最多 那湖南我们讲湖南有个锡矿山 其实锡矿山里面产的是T 是这个意思 那T我们知道 你的F35 美国F35 美国F22 都会用到 没有航母 都会要用到T 那T的开发 一个你的储量够不够 你有沒有T矿 我们讲到那锡矿山里面 有很多就是T T是硫化物 你要从硫化物里面 把它萃取出来 所以变成T T好去做微电子 或者是我们讲的晶片 是这个样子 那第二个 你可不可以忍受 环保 环保 这个叫污染的 你的水也会说污染 因为你要去提炼它 它是一个流化物 把它炼出来之后 那你这些相关 我们知道 包含我们知道 掏金有没有 你那个水怎么弄 还有掏铜矿有没有 那个水怎么弄 是这个样子 大陆反正大 而且它可能在 防控的这个保护上 它做区隔 这个地方就是给你开框 那外面没有影响 只是这个区块 是这个样子 好 那你愿意忍受 而且你的储量又够 技术也到达 所以如果这个大陆 这个泽加 还有包括T 这些还有相关的 稀土都受限制的话 美国这很多的这些 我们讲的精密工业 你就受了 因为你有技术 但是你没有原料 我们在做任何东西 你有技术没问题 有机器设备 有机器设备 但是你原料没有 你机器设备放那边 你有技术 技术没有用 你没办法 你没有产能 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没有原料 最关键的东西你没有 是这个样子 对 有些东西是你有原料 但是你没有把它制成的一个技术 有些东西是你有制成技术 但是你没有原料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中国大陆有原料 也有把它演练出来的一个技术 都有 所以才会卡你脖子 另外再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美国现在也要怎么样 不断的造军舰买军舰等等 那现在神盾驱逐舰说再来九艘 美国海军 现在要多造军舰 要多买军舰 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 那当然还没有说相关价格 你要买九艘 对啦 但是中国大陆稀缺的金属 也有可能把你卡住 对 我们知道 因为伯克级的神盾的 飞弹驱逐舰 有时候他也是从台海中线 从日本 游北向南 有时候游南从南海过来 也向北边通过 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知道 那这个老美现在要做这个 这个伯克级的 那伯克级的现在 我认为是这个预算的问题 经费的问题 老美的话 他的整个的财政 美国的财政是从 3月1号到隔年的2月28号 他财政它8821 人物费太高 而且问题是 他的海外住进太多 吃了太多的人为费 那他这样的 你还有多少钱 来制造你的这个 大量的新的军舰下水 而且他11艘的航母战斗群 这个养这个钱 每一艘航母战斗群 都是超过100亿美金的 而且你要去养他 那这个就要烧钱 对 你看美国 这个以为自己是七大洋的一个大国 然后呢 要纵横全世界 所以你就花很多钱 在这个上面 你就浪费很多钱 好那说到这个钱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说 美国现在怎么样 真的有点惨 美元啊 现在也要崩了吗 因为现在来看到 美国竟然 惠玉公司呢 把美国的信贫 列入了怎么样 AAA下丘到AA plus 已经下调了 所以美国财政好生气 说完啊 这个惠玉的评价 真的是独断啊 基于过时的资料等等的 那你看看 美国财政真的有问题 好你能够造出多少的军舰呢 而且你造出的军舰又怎么样呢 哎呀 这真的是有点穷 朱姆沃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 造舰之初就说你啊 费用好贵啊 建造速度很慢啊 然后呢 谢过现在你呢 要把它呢 当作是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平台 但是呢 7月31号 美国海经学会网站说 这个计划又要推迟了 这就说呢 27号的时候 它呢 其实要在呢 英格尔斯造船厂 安装新的高超音速导弹 的这个系统 但是因为有故障的问题 就被迫呢 返航了 然后呢 这个2016年 它也有因为技术故障 无法行驶 还被迫到巴拿马来维修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 它要装高超音速的这个 高超音速的滑翔体 真的是一直一直的延宕啊 这个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也是 在技术上 有时候难以克服 另外一个 有多少的战略价值 因为现在啊 这些大型的军舰 还有尤其航空母舰 在海上很容易 空中马上 人道卫星看得非常清楚 马上变成战略目标 我一定要做攻击 你可能还没有发射 发挥火力战力的时候 已经被摧毁 那你换句话 你整个机弹 又要放在这一眼 有的时候轻快的 还有潜近的架子 反而高 因为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就是你危险 你看到了 我是很安全 因为我可以掌握 但是你看不到 在水下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水下的 攻击的这个力道 你要去 要在这个地方多琢磨 你表面上被人家看到 给人家掌握了 你可能就要小心一点 尤其大型的航空母舰 在未来的战场 它的价值会下降 我直接高超音速的导弹 对着你做饱和攻击 我看你怎么样去应付 从太空过来 你拦截面已经最小 因为我们知道 这样子对你过来的时候 一面过来是最小 你如果是测的 这个弹 背弹面是很大 如果是这样子 一个点过来 你怎么样去拦截它 从太空中站过来 对着你过来 两三枚就把你 重型的 它上面是两公吨 我三枚就六公吨的炸药 直接把你炸穿 那你怎么办 而且我们知道甲板是比较薄 甲板你看有一次 弱这个战斗机 弱这个前几机 弱战斗机 但是问题是 它为了航空母舰的载重平衡 它上面不可能那么重 要不然会翻覆 一定是下面重 上面为了 尽量只是在 我这个主跑道上面 是比较强化 旁边对不起 没那么厚 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 它有个照门 就跟我们讲到的 这一次俄乌战争 航客是不是从 无人机从上面炸 上面是最脆弱的 另外一个是排气口最脆弱 另外一个顶盖最脆弱 不然你人打不开 那刚好这个照门 你就被人家抓到了 那这个照门被人家抓到 就是人家攻击的地方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讲 这些有些大型的这种 它这个导弹的系统 跟这个作战的平台 有必要做调整 有必要做调整 但是呢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它现在规划的 也许还是传统的一个思维 而且你要在中国大陆家门口 来进行发动攻击的话 我们讨论过很多了 第一个你的造舰速度 可能没有中国大陆快 另外呢你的造导弹的速度 也没有中国大陆快 而且中国大陆还有T 这些元素把你卡住的话 你可能真的很难造出来 另外将军讲到一个重点了 也就是呢 中国大陆自己家门口 布了很多阵啊 我的东风导弹 这样一排的跟你排出来 还有呢动物大区这些东西 还有空中的这些 都可以对你进行饱和式攻击 所以呢美国真的要好好思考 新的战争的形态 太阳星全校客废 客废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Food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